在休元三个多月之后 上海迪士尼乐园在日前重新开圆了 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复工的迪士尼乐园 门票也在开卖不久之后统统秒杀 但是就在大陆的两会前夕 边境城市苏兰却爆发了社区感染 为了避免扩散政府下令封城 并且正式宣布苏兰进入了战时状态 同时湖北的武汉疫情也出现了反弹 多处病例和个案再度延烧 除了让北京当局大为紧张 也让下星期的两会格外引发关注 在经过了三个多月的避免之后 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今天又恢复了欢乐 和以往需要大排长队的情况相比 今天的入园情况显得是平稳有序 上海迪士尼于日前重新开放 为避免群聚感染 在正式恢复营运后 迪士尼实施了严格管制 当天预约成功的游客进入乐园 需要佩戴口罩经历三道关 先要经过体温检测帐篷 同时出示健康信息码 再进入安全检查区 出示乐园的预约码 入园前的最后一站则是检票闸基础 需出示预约的身份证元件才能入园 上海迪士尼成为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首座复工的迪士尼乐园 虽然有些设施暂时还不对外开放 却还是让民众好开心 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的大部分景点 游乐项目和部分娱乐演出 都会在控制客流量的基础上恢复运营 一些近距离的互动和合影活动 被暂时取消 疫情以前就答应他想要到迪士尼来 然后现在就算是实现我们的诺言吧 很开心 想玩什么呀 很香 那个大风宝好漂亮 还有人去里面看一看 尽管各大景点陆续解封 中国大陆在两会前夕 吉林边际城市书兰 却又爆发新冠疫情 引发社会恐慌 当地政府下令封城 同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 目前书兰市已全面实行提及管理 除运输农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外 其他车辆和人员严格限制通行 对所有社区村屯实行封闭管理 书兰市的群聚感染 首例确诊者是一名公安局的女洗衣工 但专家表示 这并不代表她就是感染源 有些病人的潜伏期 可能比这个洗衣工的潜伏期更长 比方说吧 这个首例病例 她感染以后的话 她并没有马上出现症状 被诊断出来 她可能传染给了这个洗衣工 而这个洗衣工 她的潜伏期比较短 而那个真正的源头的病人 她可能感染以后 七天八天才发病 除了书兰市外 四月底才宣布清零的湖北武汉 也传出疫情反弹的坏消息 当地官员则因为风控不利 惨遭免职 阴霞区内长青街三民小区 风控管理不利 近日出现多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5月9日 本土再次发生聚集性疫情 提示 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做好个人防护 在全球疫情趋缓之际 大陆从民生到政治 也在逐步解封 但却在两会前夕遭遇到疫情反扑 除了引发当局关切 更让人担心 病毒是否会再度死灰复燃 解案成综合报导